两分钟带领领完 蒙德成五个隐藏对话奖励 首先我们将时间调到夜晚 因为有些对话奖励只有夜晚才能领到 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图 找到蒙德成左边的传送锚点 那么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向左边 前面就是蒙德成的西风大教堂 然后我们再飞下去 这里也不用飞得太远 就往爱琳方向飞就行了 好的 我们再慢慢的下降 这里正好可以看到爱琳 那么看到爱琳之后 我们与她对话 选择第三个选项 关于骑士团 对话完成之后 再选择助理成功 就会得到一本书 那么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慢慢的转向背面 然后一直往前走 往城中心的方向移动 在那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喷泉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印象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我们的视角慢慢向左 然后走左边的楼梯下去 这样会比较近 我们顺着楼梯走下去之后 就能看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喷泉 那么在喷泉旁边 会有一个NPC会左右不断的移动 我们要找的就是她了 我们走上去 与这位赫尔曼对话 然后选择第一个选项 你是 之后再选择第二个选项 那个人是 那么对话完之后 就会得到七本经验书 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奖励拿完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慢慢的转向背面 然后往左转 向着风车的方向移动 就在西凤奇祖团的下面 有一个很大的风车 我们就一直顺着这条路 一直走就能找到 走到这里的时候 再把视角慢慢的往右转 就能看到风车的大概轮廓了 那么走到这里 我们一边往前走 一边慢慢的把视角往右边转 就能看到这里也有一个NPC 我们上前与这个米歇尔对话 首先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在做什么 然后再选择关于巴巴托斯 之后再选择你有什么烦恼吗 对话完成之后 米歇尔就会给我们六个幕府蘑菇 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 找到上面的传送锚点 跟着我一起传送过去 这样的话比较近 那么下来之后 视角往左边看 然后一路直走 往酒馆的方向移动 走到这里就可以往下飞了 飞的时候 视角慢慢往右转 就能看到酒馆前面有一个人 我们接下来 往这个NPC方向移动 那么过来之后 与这个巴顿对话 直接选择第三个选项 最近有什么优惠吗 对话完成之后 巴顿就会送我们一个食物 那么接下来视角向左边转 直接进入酒馆内部 进去之后 在我们的左手边 有一名引游诗人 我们上去与他对话 首先选择第三个选项 你是谁 然后再选择第二个选项 蒙德还有其他引游诗人吗 最后再选择唯一的一个选项 如何才能成为引游诗人呢 那么对话完成之后 就会给我们一本书 以上就是蒙德成夜晚 隐藏对话的全部奖励了 你学会了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祝每一位点赞 关注的小伙伴 小包底不歪 单抽出金 十年双簧 万事如意 我是大老爷 我们下期再见 886